110年度秀林乡长与民有约即基层建设座谈会 原定4月21号办理 由于花莲县的疫情持续的升温 为了做好防疫的工作 座谈会是暂缓来办理 等待疫情趋缓之后 秀林乡公所会在择旗展开建设座谈会的召开 一年一度的秀林乡长与民有约即基层座谈会 秀林乡公所每年的3月份到5月份都会安排时间前往各村来办理 秀林乡长王明贵率领着秘书 各科市主管来听起村民们的需求 可以说是生活村民们的好评 透过村民们直接的反应 由下而上面对面的沟通 对未来乡镇推动上可以说是大大的有效率 来确实做好未免服务的工作 而在3月31号开始 花莲疫情开始慢慢的升温 从原本的三个确诊案例开始 一直到10月17号的119个确诊案例 花莲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做好防疫的措施 区民相公所今日也公告 原定在4月14号在景美村 和4月21号的嘉明村 两场的基层座谈会暂缓办理 一直到疫情趋缓再立行公告 区民相公所我们有个表示 在4月份当中 乡内也有确诊的足迹 还有确诊的案例 以及居家隔离村民们 配合疫情中心来全力进行防疫的工作 同时区民相公所也指示进阶队 在各村进行全村进行消除的作业 同时也在4月12号和4月17号 在富士村多国人集会所 和河中部落多国人集会所 来为村民们进行筛检 务必做好轻易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防疫中心 施打第三级疫苗 请洗手戴上口罩 这段时间能够带在家里不要外出 同时来共同度过疫情的风波 记得继续修行吧